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康家主 看一看五月七八禮拜一的 粉林電腔新聞 第一輪鄉主共菊菜市場的後面 有一個在二十多年前 因有個人投尾三十多年後所形成的人工歐 七六十天有個整一輪國中學生前往生醉 想不到有兩名學生就不興發生意瓜過往去 消息團出後 很多民眾都開始來重視這個人工歐的安全問題 不過這麼多年以來 這個地方沒有人讓它安全出事 甚至沒有人知道 到底是哪個單位要來付這個管理的 現在小鳳對他除了要向大家 要去合格的地方來生醉意瓜 所以也要趕快來找出這個單位進行改善 平坦的地方跟水線交接處 只要往前走大概一公尺到1.5公尺 即使落差就相當的深就已經腳踏踩不到池底了 比到這個看起來很漂亮 實在算是很危險的人工歐 就在五月六號這天 主生兩名各種學生陰性的遺憾 那可能因為小朋友不懂水性的話 那而且也不會自救 那可能有可能是因為它 下到水裡面以後忽然間落差變大 它踩不到池底而驚慌 那才導致發生逆水案件的發生 這個林工歐是為了在立倫鄉 祖鄉高菜市場的後面 在二十萬年前 被渡菜刷舊 動作因為黑了沾沾 有黑到地下水 所以形成一個漸地很快黑 也沒有人管理危險性儘管 當初也有派消防人員 還有潛水人員 下水去做模擬的救援 那也發現水深其實也都超過三米左右 那因為它的落差還蠻大的 所以一般民眾如果不清楚水域的深度的話 可能在接近岸邊 一施阻就會掉落到比較深的水域當中 這家放一個家回來 兩名學生就沒有去路 也讓立倫各種學長的總結送是很難 在這後有當地應該做好警告的標示 也要求核心真的保護主心的安全 這幾位同學臨時起義去那個地方玩水 我們也非常感到意外 那發生這樣不幸的事件 我們真的非常的難過 目前這個人工學的台北階屬 是沒有歷貫的狀況 現場也沒有人好的警告標示 所以這個任司人的問題 到底是誰要扶植 公所也標示的冠軍來處理 要跟各單位先了解 它的地目是屬於哪一個單位 然後通知他們看要怎麼改善 會不會把圍裡圍起來 避免這個議案再度產生 兩個很年輕的生命 就因為算水這樣就沒有去路 想法對馬載處好民眾 要算水真的要找一個安全合法的地方 其中真心藏寶都 然後再之後再一次 再次再次打掃 想法 再 pose吧